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茲羅振邦博士 是《自裁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自裁TV》 近期股市不斷下跌 只是今個禮拜來說 都跌了829點 很多朋友問到 股市有沒有彈 究竟站得穩在哪裏才有機會向上 如果再插下去 會跌到多少呢 支持位是怎樣呢 今天還會講講走勢問題 一個大市的走勢方向問題 未講之前 提醒大家 近期有個新版推出 一個網上的錄影班 看看我們的網址 3.w.smartmoney.com.hk 看看孫的錄影課程 我們今次推出這個班 針對一個對象 對象群方面 屬於銀發族 這個班 專為一個銀發族的人士去設計 簡簡單單 300元學費 現在優惠價300元 原價來說不是300元 所以大家報名來說 要早些少 這一班來說 有四貨 再講到銀發族的投資需要 當然你不是銀發族 你可能準備退休 也適合用 以及會講到一些投資的複式計算 裡面有一些網頁可以讓大家運用到 一個複式計算機的網頁連結 大家將來做一個計算的目標練習 即是未來中 我想十年二十年 增長在複式方面有多少 這是提及到的 以及一些簡單 投資股票的簡易記憶法 提及到籃籌股的追蹤路線圖 當然我們看這部份 是在未來中 可能是十年 五年 或者以上的狀況 所以大家來說 就不用因為現在是一個灰心 未來的股市始終 都是有個機會的 以及一些進取的選擇 你說進取裡面所說 一些corput率 牛紅證 期貨指數 期權 牛紅證 期指 期權可以看跌都是賺得到錢的 當然 銀發族裡面 在這些投資金裡面 要量力而為 又不可以太多 有些少也可以在裡面有靈活的運用 有時候我們要關注資源的調搏問題 以及一些技術分析 簡單單 令一些投資人士 都知道一些方向性的變化 這個班來說 是針對一些退休人士 或者是想準備退休的人 而在市場方面作為一個學習 留意一下 一個銀發族的投資班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狀況 講到一個大股市的方向 提回 我們今天來講 是2022年 9月23日 今天恆指的收市價 是17933點 17933 今天跌了215點 跌幅215點 成家方面 808億 幸好少少少少 不太多 否則更擔心 拉環一個禮拜 今天禮拜 加上跌了829點 跌了4.42% 現在走勢是怎樣 看看走勢圖 大家 這是恆指的走勢圖 走勢圖方面 我便用一個月線圖 看大方向 現在要看支勢位方面 要看得遠一點 我們用一個月線圖 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 這是一個月線圖 一個恆指狀況的圖表 現在來說 有什麼地方要留意到 留意這個地方 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地方在哪裏 就是這裏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方面 是今年的 2022年3月15號 這個低位 這個低位方面 是18235點 這個是 18 2 好 35 這個是低位來的 留意一下 這是月線圖 所以 要留意到 今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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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講 9月的30號 是月尾來的 而月尾來講 這個 恆指不可以上回 這個狀況 18235 這裏 就跌穿了一個月線圖 一個支持位 其實月線圖來講 是看一些大方向的 即是看長線的狀況 看長線的狀況 所以 今個月來講 究竟可否站得到 18235樓上是個關鍵點 如果站得到 18235樓上 有機會 可能見底 可以向上 當然不要說 一個期望 一個升幅 要大 其實最重要 站得穩 站得穩 已經是重要的 所以關鍵點 今個月希望 可以守得到 18235樓上收市 好 如果一旦你守不到 這個市跌下來 那又怎樣 怎樣看 跌到多少 如果跌下來的階段 你留意到 留意到什麼狀況 有人說 這個位置是否可以看 這個狀況 這個位置作用不大 這個位置是多少 就是2016年 2月份 2016年的2月份 這個位置方面 是1279 1279 18279 其實這個位置相對 這個位置更低 所以看這個位置 反而還要多些 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作用 就不太大 反而看這個位置更重要 這個位置是1235 這個是1279 這個 還要多一個水位 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真的跌到多少 下個支持位置是多少 我們先看這個圖 大家留意到 其實我們這個的價位 是什麼時候見有高位呢 這個高位方面 都幾耐下 這個是33,484點 這個就是2018年1月29日 話說當年來說 特朗普和中國開了一個貿易戰的年代 當時是開戰之前的醞釀期 而見的高位 當中跌到現在 其實已經跌了多少 是15551點 15551點 跌幅來說 有46.44% 所以跌幅來說 你可以說 其實差不多沒有了一本 接近一本的狀況 那你說支持位方面在哪裏 我們把圖放回 再看遠一點 好 看回這裏 留意到 現在來說 支持位是多少 就是這裏 留意到 這裡 好 這個 這個支持位方面來說 屬於是多少 就是這裡 好 這個就是 1 6 1 7 0 這個支持位 這裏來說 是2011年 10月份的低位 2011年 10月份的低位 就是這裏 所以現在 再下來來說 支持位是多少 16170 當然 現在來說 是17,900 這裏是16,100 那裏 隔都幾軟 會否中間有一個緩鬆的空間 可以留意到 中間這裏 沒有特別的關口位 如果真的要找一個關口位 我們叫一個 叫心理關口就有了 心理關口 心理關口是多少 其實我們接下來 再下的 心理關口是多少 是說萬失點 心理方面的關口 是說萬失點 所以你說 如果現在來說 今個月 失守於一個月線圖的支持位 支持位方面 是18,235點 月底收市價是失守的 我們再下一個位 所以說心理關口是萬失 再下 去到2011年10月份的狀況 就是16170 所以這兩個位置 大家要留意到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內容 記得訂閱 你訂閱了來說 還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才會收到最快的資訊 還有 如果是喜歡的 給我們一個like 你的like很重要 影響到我們 會否再製作下一集的節目 當然 如果是覺得好看 要和你朋友分享一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